大家好 前几节课我们把八个分解了讲了一下 那么今天把八个完整的画一下 我们毛笔打湿以后呢 调出淡末 调到笔度后面 然后呢 笔头再调点中等末色 然后避一避水 完了以后呢 我们笔尖来点稍微浓一点末 从眼睛开始画 八个特点啊 前面有冠语 八个的头成三角形 八个头成三角形啊 下面那个嘴巴比较薄 短 往后做 把他的那个脑袋画出来 然后做啊 毛笔要不要画死了这个末啊 要有留有空白 完了以后呢 就往下走 你可以这样 往下走 你看这些末色的开始出来有变化了哈 然后我们再用朗 现在这个毛笔哈 都分叉了哈 分叉就要这个分叉的感觉啊 分叉就要分叉的感觉 来点干饼 这时候车里没有墨了 我们就要加水 已经要占中等末色了 然后呢 再蘸点浓墨 蘸完浓墨都不要不要调了 我们把这个飞鱼画出来 飞鱼 我们知道哈 这个一般这个鸟类哈 它都有二级飞鱼啊 三级飞鱼啊 那么 然后顺势把它这个尾 尾给画出来啊 尾给画出来啊 尾给画出来 这样顺势 然后呢 大腿 大腿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把它这个 小腿画出来 稍微中等墨色啊 把小腿画起来啊 大腿往这边 小腿对它往这边 这两个方向要注意 很多 人画的时候呢 这个 好 我们现在开始啊 染颜色啊 染颜色 先拿个另外一支笔 先把它的眼睛给染一下 染眼睛的是 我刚说猪标也行哈 你可以用猪沙加藤黄 也可以用猪标直接 这样呢 省事了哈 好 我们把这眼睛给染一下 好 嘴巴是 黄色 加点这时 好 嘴巴 好 所以啊 我们的身上哈 这些要用 淡末 要用淡末 淡末 给它稍微 渲染一下 因为巴哥通体身上是黑色的 但是它二级飞翼是白色的 这个要留着 好 这个巴哥呢 就画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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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